世界杯总决赛结束后 孙颖莎主教练一事再次被推向热门 自前主教练黄海诚辞职以后 莎莎主教练位置便一直空缺 而国拼主席刘国梁也从不表态 对此莎莎的粉丝们便想着通过网络给刘国梁施压 毕竟莎莎这么好的苗子可不能被耽误 自东京奥运会开始 莎莎便开始冲击女单冠军 然而想要取得女单冠军却并非易事 毕竟世界比赛当中谁都不是吃素的 最后奥运会我们的莎莎夺得亚军 虽然只是亚军 但其也是很大的进步 奥运会过后孙颖莎又开始艰苦的训练 在全运会等各项赛事中都取得优异的成绩 但是依旧离冠军差那么一点 不过孙颖莎并未泄气 依旧艰苦训练 直至士拼赛依旧如此 但是士拼赛开赛前夕 主教练选择离职 自那以后 孙颖莎便落得孤军奋战 士拼赛本有夺冠之势 但最终因为场上应对能力不行 再度错失冠军之位 可尽管如此 孙颖莎依旧没有泄气 最终在世界杯总决赛这个大舞台上 拿下年度第一个世界冠军 同时打破了连压的魔咒 但球迷也清楚 世界杯赛事中 孙颖莎拥有临时教练陈己指导 使得其在场上实力有所增加 最终取得胜利 就在大家以为陈己或许就是刘国良 为孙颖莎安排的王牌教练时 陈己突然消失于球迷的视野 刘国良对此也并未发声 这让大家疑惑不已 之后又传出刘诗文作为孙颖莎主教练 但是刘诗文目前还未退役 且2022年还要参加众多比赛 怎么可能担任孙颖莎主教练呢 还有部分球迷 说到马龙担任孙颖莎主教练 这就更为离谱 马龙虽然实力强劲 但是其也与刘诗文一样 均为退役 且明年还要参加众多赛事 且不说两人没有时间 就算有 孙颖莎作为年度最具潜力球员 是问马龙与刘诗文 这样毫无执教经验的人 能够胜任这一职吗 近期又传出消息 孔令辉或将回归 那么他是否会担任孙颖莎的教练呢 47岁的孔令辉 在乒乓球国家队名气非常大 其年轻时与刘国良是队友 以前也担任过女拼主要负责人 倘若他回来执教孙颖莎 那么以孔令辉以往的比赛经验 以及总体实力 配上孙颖莎超人的天赋 以及刻苦的努力 将孙颖莎带成大满贯 或许也不在话下